大家好,我是老田,今天是2月14号 不是平台运营老师提醒我,我还不知道 今天说是情人节,以前也从来没过过这个节日 正好今天我们两个人都休息,小孩子上学了 我说跟我老婆说我们出去吃个饭 这个比那个什么送花要有意义的多了,社会多了 又准备了十八斤差不多这个漏丸子 这是我们附近的人订的,然后一起让他寄到我家 我现在一一给他拿过去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一起寄到我这里来 然后再给他们送过去,不是省点快递费吗 这个一包是两斤重的,几斤都可以打包的 这包你给他提上去 你上去就是在右手边,二楼右手边那个房间 哦,知道的 这包子已经全部送完了,差不多快十二点了,饭还没有吃 天气今天有点凉啊,最后一家送完是靠近银太这里,我们就去银太吃点东西啊 请公公拿走,带个口罩啊 还是这个上场里面暖和啊,衣服这个拉链都拉开了 里面是挺暖和的 我们现在上四楼去吃点东西 我刚才一路过来看到好多人啊,口罩都没带,就我们带的口罩 这家又换人了吗,好像之前不是这个招牌 新白鹿门口又在排长队啊 拿来高山去排个队吧 需要排队等一下号,说大概十几分钟左右 就是我们最后两个排队了 银太里面,家家都是能不能放了不少这种小镇的 有个排队整位的 一会儿又有人开始排队了 我们等了几分钟时间就到了 我这里生意真好啊,是啊 扫码点餐,你来扫 两个人开始点餐 你点个小份的蛋黄鸡吃好了,这个挺好吃的 嗯,这个是酱油鱼这个 42块这个,来一个 这也可以,这个来一个 这个爆炒牛肉是爆款,要点一个吗 点啊,点了几个了 四个还五个,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下单吧 好 餐具都是新放的,不像人家做油鱼制品餐具 这个煮物还是可以的啊 勺子,蝴蝶,碗,筷子 一共五个菜,两个饭,175 不甜啊 好 那有什么忌口的吗 不吃小葱,微辣 不吃小葱是吧 微辣 刚才你点的这个爆炒牛肉好像是他们爆款 极力推荐的给大家 嗯 十秒出锅 糖椒爆炒牛肉58一份 单子下来的是吧 我看呢 菜价都是不贵啊 价格都是比较清明一些的 饭也两块钱一块 这盘牛肉啊 直接吃饭我们 这都是新鲜牛肉 嗯,好嫩 很香 有点微辣 糖椒 糖椒是不辣的啊 嗯,好,谢谢啊 直接吃饭 在这里没什么喝酒的 爆炒牛肉里面放一点这个蒜子 这个是杭椒 还放了点小红椒在里面 所以说有点微辣 烤不雷 小孩子肯定爱吃这个东西 上面一块是冰淇淋 蛋黄烤鸡翅 颜色蛮漂亮的 这个鸡翅 这个鸡翅特别新鲜 能吃得住呢 能吃得住呢 这个鸡翅特别新鲜 能吃得住呢 哎,好,谢谢啊 闻得很香的这个 香香味很浓 蒜龙粉丝上贝 这个扇杯里面辅料倒是很足的啊 就这么一点点肉 这个牛肉呢 这个杭椒啊下饭点下饭点 它不辣 太多了吃不掉了 这两个鸡翅打包给你儿子吃吧 一共四个鸡翅 还剩两个吃不完了 已经吃好 准备回家了啊 它这个口味呢 还是可以的 是有点稍微偏甜的那种味道啊 跟我们平时 家里烧菜味道是差不多的 但是北方的朋友 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 分量太少 然后里面实在太吵了啊 电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支持